牛說牛有理 熊說熊有理 到底誰有理 歡迎收看迎戰齊全 我是專業齊全分析師 邱一良 邱老師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盤表現 台子期今天以大漲72點來開出 那麼最低一點就出現在早上 一開盤的8點49分來到9590 那麼隨後就是一路震盪走高的行情 那麼尾盤在大盤最後一盤 極拉的狀況裡面 期貨也出現了最高點來到9748 那麼高低區間 今天總共有158點 而且現貨的成交量 同步放大到1287億 所以老師今天下的標題叫做 暴富性反彈 各位投資朋友 昨天我們都曉得 美國股市出現了大漲的情況 今天整個台北股市 包含台子期 早上都是開高走高的行情 很多人都認為這個叫做 暴富性反彈 可是今天這樣的行情裡面 說實在話 不管是系統的邏輯也好 或是老師自己的看法也罷 在這種情況開高 前面有這麼大的一個套牢區的狀況裡面 其實在今天這種狀況 去追高的風險是相當的大 我們都曉得前面那麼大的套牢區裡面 要能夠繼續往上攻 不是不可能 但是它的前提是什麼 它的前提就是你要一鼓作氣 要每天價漲量增 你才有辦法去什麼 衝過前面這個大量的套牢區的賣壓 所以今天第一天大漲 並不代表說 以後就是什麼 多頭就是風平浪靜 而且你要注意到 在今天尾盤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發現 期貨跟現貨基本上是脫鉤的 大盤現貨拉得非常的兇 可是最後期貨的反應相當的平淡 甚至逆價差在最後還擴大到多少 擴大到77點 跟過去逆價差在尾盤收斂的情況 完全不一樣 老師來判斷 這也是代表說在尾盤的時候 有很多的大單很多的法人 進場去佈這些避險單 所以你會發現尾盤的逆價差 大幅度的擴大 但是接下來到底這個盤 有沒有機會再往上繼續挑戰 還是說只是曇花一現 待會老師在節目上 會大家來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分析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 今天的牛熊最前線 第一個 貿易戰力多激勵 美股大漲帶動多頭氣勢 第二個 台子開高向上突破技術面 有力短多 第三個 台子的缺口上方有大量套牢區的壓力沉重 第四個 輕原油觸底可能有反彈 美元續漲值得留意 我們看電燈泡 貿易戰力多激勵 全球股市早盤同步走揚 台股帶量開高走高 多方氣勢如紅 台子早盤的漲幅灌亞洲 但是短線急漲且上檔套牢區賣壓沉重 要留意盤中可能會快速拉回 今天如果收實體的紅棒 將形成技術面的反轉訊號 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投資朋友 尤其手上有多單 或是手上的股票感覺上又活了起來 可是在這種情況 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 接下來其他的變數 但是不管怎麼樣 如果今天在現貨一開盤的時候 你就能收到老師替大家準備的 這個牛熊最前線 我相信你可以用一分鐘的時間 就把今天整個盤面上的多空重點 用一分鐘就可以好好的 給他做一個了解 因為老師做這個牛熊最前線 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 每天早上你都能夠看到多方的訊息 也能看到空方的訊息 而不是像過去一樣啊 當你手上有多單或是你看多 你只去找這些多頭老師 看他在講什麼 那你如果有空單的話 你就去找那些空頭老師 看他在講什麼或去找一些利空的消息來看 這樣長久以來 你只是在找自己的安慰 對你的看盤技巧是完全沒有幫助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投資朋友 都能夠每一天 把多空的重點一次給他看清楚 這樣子對你在看盤來講 才能夠越看越真實 那麼怎麼樣得到這個牛熊最前線 你不用花一毛錢 你現在只要拿出你的手機 打開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小老鼠A080037088 小老鼠A080037088 每天早上都會提供你獨家的 牛熊關盤重點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 今天牛伯伯帶我們來看到這個新聞 每股11月中旬將觸底 道琼指數要向3萬點邁進 專家說市場過度恐懼了 這個新聞的內容啊 其實呼應昨天老師在節目上所講的 很多的分析師都認為 這一波10年的大多頭 這一波的回檔只是一個修正 而修正啊最快最快啊 就是11月中旬就會見到低點 為什麼大家都這樣講 因為我們就曉得11月初的時候 美國的期中選舉就要開始了 那麼11月中結束之後 再加上什麼 昨天我們講過很多美國的上市企業 他們要公佈財報之前 都不能夠買自家的股票 但是公佈完之後 又可以開始實施庫藏股 那麼這些企業手上的現金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都認為11月中之後 所有的利空消息都慢慢的消失 美國股市有機會重新再回到多頭的軌道 那我們再看 這個是道琼指數最近90天的日線圖 你可以看到 在昨天出現了一個大幅度的反彈 收了一根長紅棒 吞噬掉昨天的這根黑黑棒 就像高盛所講的 接下來有可能出現6%以上的漲幅 就會回到原本的這個起漲點 相當的重要 可是老師還是要提醒大家 我們看到 在這一波下跌的過程裡面 盤整兩天之後 都會出現一根報復性的上漲 可是接下來就是一直往下跌 跌到一個砍站的時候 又出現一個報復性的上漲 會不會接下來又往下跌 大家要特別的留意 那我們再看到另外一個商品 這個商品就是納斯達克的日線圖 最近90天你也可以發現到 也是在每一次的下跌都會出現一波反彈 然後接下來就往下跌 那麼這一次也是出現一波反彈 但是究竟有沒有機會再回到前面5月份的起漲點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這個是美元指數的日線圖 最近90天我們可以發現到它有一個慣性 出現兩個關鍵的轉折點之後 你會發現兩邊的高點是一模一樣 所以呢我們就預判它會出現頭肩底的形態 果然被我們所猜中了 被我們所推算出來 真的它出現一個頭肩底的形態 那麼頭肩底形態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滿足點在哪裡 從這個低點到這個高點 從這個低點到這個高點是一樣的長度 所以這也代表整個美元指數的漲幅啊 已經快要達到所謂形態的滿足點 在前面這一波大幅度的回檔的時候 各位外資不斷不斷的在買超台股 那麼這一波大幅度的上漲的時候 外資不斷不斷賣超台股 所以接下來如果美元指數達到滿足點 開始出現回檔的時候 這個時候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到外資又會開始 重新在買超台北股市 最近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整個美元指數的漲跌 對外資的買賣超 具有相當關鍵性的影響 但是你也可以發現喔 其實最近這兩天 外資好像沒有再繼續在賣台股 其實啊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也看到了 美元指數已經快要達到形態的滿足點 所以接下來 外資能不能夠回容 就要看美元指數 能不能夠順利的回檔 那我們再看到 熊媽媽帶我們來看到這個是 技術分析的教父說 美股受創程度比你想像的更嚴重 整體將賣入熊市 各位你會發現這個市場真的很有趣 有人看多也有人看空 那麼一張圖啊 一張走勢圖出來 老師可以保證 你給10個人看這個技術分析的圖啊 10個人可能都有10種不同的看法 這也就是市場上為什麼這麼有趣 因為有人看多有人看空 市場上才會有漲跌啊 但是不管如何這個技術分析的教父他說啊 整個美國股市已經從技術面來看 都已經開始出現了修正 尤其是什麼 尤其是道瓊跟S&P500 已經吞噬掉今年所有的漲幅 而且呢整個納斯達克也都落入了10% 回檔10%的修正的一個區間 所以他認為啊接下來美國股市很難出現快速的拉抬 至少要經過好幾個月的修正 所以他認為美國股市 接下來是走一個震盪偏空的行情 那我們再看到 這個是A50指數跟台股啊 最近60天兩個月的一個走勢的比較圖 你可以從圖形上明顯的發現到 在每一次關鍵的高低轉折點 幾乎都落在同一天 這也表示這兩個商品的相關度非常的高 可是你覺得奇怪哦 我們要看A50今天明明就是出現了大漲的行情 連續兩天大漲 為什麼老是把它放在熊媽媽這邊 你可以看到他利手前面的低點 如果能夠順利的往上再突破前面的什麼 月季線的交叉 就有機會再帶動台股繼續往上做攻堅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是A50期貨的60分線圖 你可以明顯的看到在這個地方啊 他出現一個三角的一個什麼 收斂的形態 那麼今天又剛好打到老師所畫出來的 這個什麼下降趨勢線的壓力 這個壓力點在哪裡 這個壓力點就叫做什麼 就叫做11150 昨天的節目裡面老師特別強調 如果昨天收在這個地方 接下來往旁邊做延伸 在11150 這裡就是今天的一個關鍵的空點 所以今天早上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放空 各位老師來上節目之前啊 今天的最高點叫做11165 所以你如果掛在這個地方空啊 拉回來至少有100點以上的價差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整個A50 中國股市又來到了多空的關鍵點 那我們都曉得在這種情況裡面啊 再一次的回檔你要注意哦 前面這是一隻腳 兩隻腳 那麼前面還有一個第三隻腳 總共三隻腳啊 如果在第四次回來的時候 可能很少看到四隻腳 可能就直接往下做灌破 所以這一次能不能夠順利的突破 相當的重要 所以各位中國股市的接下來的走勢啊 就會帶動台北股市的多空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 細細的去觀察 因為我們兩個兩邊的股市相關數 非常非常的高 那麼這個是什麼 輕原油的日線圖 昨天老師也畫了一條線給大家看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從低點所延伸過來的線 昨天在這個位置 老師說他還有下檔的空間 但是呢 下檔的空間就不會離開這條線 昨天你可以看到 昨天的最低點 剛好就是老師畫的線這個位置 這條線老師複製貼上 動都沒動過 所以如果你昨天掛在這個地方買進 是不是也有機會 出現一個獲利的跡象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整個輕原油的下檔空間有限 整理一下很有機會出現一波反彈 那我們都曉得 油價代表的是什麼 通貨膨脹 如果油價開始又重新 往上做一個上漲的形態的話 對FED 對通貨膨脹的壓力 慢慢的就會再度出現在 所有的新聞媒體 所以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 整個油價的未來的走勢 那麼老師還是要告訴大家 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剛剛A50 或是輕原油 都出現一個非常漂亮的買點跟空點 所以老師要告訴大家 這個市場的商品真的很多 真的非常的多 那麼有一些商品啊 可能久久啊你看 這個大幅度的拉回 拉回多久將近一個月 就出現一個非常安全 非常漂亮的買點 那麼很多商品啊你每天看 我知道很多人一輩子啊只做一樣 不然只做兩樣商品 你很難去發現到很漂亮的空點 或是很漂亮的買點 所以老師才告訴大家 你一定要把商品給多元化 你看的商品越多 你越能找到最漂亮的買點或空點 而不是如果你只做一樣商品 你每天盯著他看 沒有機會你也要硬進去做 這個時候就很辛苦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到 很多技術型態技術分析 久久會出現一個漂亮的點位 這個時候如果你看的商品夠多 你自然就沉得住氣 你自然就會做到最漂亮的點位 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自己的操作 把自己的視野給放寬 這樣子慢慢的你就會往專家 往贏家的這個大條路往前面走 那我們再看到 這個是加權指數的日線圖 在這個地方啊 今天出現一個上漲帶量 可是我們可以發現喔 他前面啊有一個缺口的下源 在這個地方 剛剛好就是今天的收盤價 剛好是今天的收盤價 而且上面還有月線向下 所以呢不是不能夠上 但是基本上一定要價漲量增 用非常明顯的態度來告訴市場 要往上做攻堅 所以今天的量 明天的量 後天的量都相當的重要 那我們再看到 這一個是11月的期貨的日線圖 今天也是出現了上漲 可是你發現喔 成交量並沒有放大喔 其實期貨的成交量也相當的重要 那麼再加上前面這個地方 有一個大量的套牢區 所以你可以發現 今天在尾盤的時候 有很多的空單 大單在尾盤進場 所以現在啊 多空又開始要進入第三回合的肉搏戰 一定要好好的準備 千千萬萬啊 不要像過去一樣 常常錯了不停損 結果呢 本來應該小培變成脫褲子才出場 各位行情每天都有 千萬不要太堅持 那我們看一下 熊說熊有理 牛說牛有理 到底誰有理 老師要告訴你實戰才是硬道理 今天是一個開高走高的行情啊 今天我剛剛講過 今天的行情 從系統上跟老師自己的判斷 做多非常危險 所以今天我們在哪裡 我們在開盤的時候進場放空 可是呢 我們在現貨一開的時候 九點鐘就去三十點停損出場 那麼後面不管行情多麼險惡 對我們多麼不利 完全傷害不了我們 所以我告訴大家 這才叫做當衝 真正的當衝不是百戰百勝 但是你要設好停損 因為市場永遠都在這裡 行情天天都有 你跟著老師做 我們絕對不留倉不凹單 你最大的損失就是這三十點 那麼沒關係 我們明天再來 我們這才是真正 期貨當衝的最高原則 千萬不要留倉 不要預設立場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8000-370-888 亞洲投顧邱老師 一天一趟轉彎收工 不留倉不凹單 Money Money很簡單 真正16年的旗子實戰經驗 一門深入精準分析 洞溪路骨掌握契機 是您不可錯過的當衝天堂 將專業交給老師 把鈔票留給自己 贏家專線 0800-370-888 贏家專線 A50指數天天A50點 各位投資朋友 從邱老師開始在電視上告訴大家 A50指數給大家一個完整的介紹之後 越來越多的朋友加入了我們的行列 而且都充分感受到 A50真的是一個相當適合當衝的商品 但是我也知道 還有很多人不了解 有很多人打電話進來問說 老師啊到底什麼是A50 做A50到底要不要另外開戶啊 我告訴大家 做A50用你現在 做台子旗這個帳戶就可以下單 不用另外開其他的戶頭 那麼也有人問那要不要換外幣啊 做美盤做海旗是不是都要換外幣 很麻煩耶 其實完全都不用 用你的新台幣就可以下單 那麼也有人在問說 老師交易時間到底多長啊 到底是不是比台子旗還要長 理論上是比台子旗還要長 但是如果你跟著邱老師來操作 我們最晚最晚都在中午12點 統一平倉出場 所以呢 如果你有交易台子旗的朋友 現在馬上立刻都可以跟著我們 一起來挑戰A50 老師為了服務廣大的投資朋友 特別成立了A50特戰隊 我們的A50特戰隊 條件成立馬上出手 當日沖宵數戰數決 千錘百鏈戰力十足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A50的走勢 今天A50其實也開得非常的高 然後稍微拉回之後 又往上繼續反彈繼續漲 那麼12點鐘1點鐘之後 又往上創了當日的高點啊 各位今天行情也非常大 那今天因為開高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拉回的時候 告訴回員朋友在這個地方 叫做10975 在9點40分的時候 在這個拉回漂亮的買點 在這個地方買進多單 那麼在哪裡平倉也不用拆 因為在開盤前 我們就把線給畫出來 這個什麼線 就是今天我們所預判的高點的轉折壓力點 這個點位叫做什麼 叫做11052.5 在早上的9點57分來到 所以今天在這個地方買進 那麼往上到這個壓力點 把它平倉掉之後 反手再放空下來 在哪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又A到了50點 這個地方的價位叫做11002.5 在11點02分來到 所以今天用三口A50 8萬台幣的保證金 在這個地方買進 在這個地方平倉反手下來 三口A50 8萬台幣的保證金 只要8萬塊 今天總共有多少 總共有382.5的價差 相當於新台幣 12000塊 各位今天是用8萬的保證金喔 不是80萬喔 不是100萬喔 8萬塊 今天這樣一來一回啊 就有1萬多塊的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訊息 9點40分 A50指數目前10975附近 收訊後務必試駕做多至少三口 另外預掛三口在10925 沒有來不用管他 成交後停損在10900 各位今天的訊息裡面 不管是進場點 不管是停損點 都交代的一清二楚 所以你不用真的去了解 到底A50是什麼東西 你只要看得懂中文 你只要收到訊息之後 按表操課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今天就有機會啊 跟我們一起賺到這300多點 我們來看下一個訊息 這個是早上8點56分 老師特別圈起來 因為A50是9點鐘開盤 在開盤前 我們就算出來今天的壓力點 叫做1052.5 今天的支天點叫10817.5 沒有來 所以各位 今天不管是方向 不管是轉折 是不是都交代的很清楚 你今天有方向有轉折 今天跟著我們做 是不是你8萬塊 就有1萬多塊的機會 你會說老師1萬多塊好少喔 請問一下 如果你是用80萬來做 今天就是相近12萬 這是做股票根本想都不要想的 而且我知道現在還有好多人啊 股票還在套牢當中啊 這個時候你真的要去開發 去找到另外一個商品 找到另外一個市場來幫助你 不然你整天在等 在等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每天的行情波動這麼大 你一定要把握機會 我們來看 這是今天啊 A50的高地區間總共是330點 台子期今天是101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 整個波動啊 A50都遠遠大過於台子期啊 我們都曉得做當衝的人 你不需要選邊站 你不用站多也不用站空 你需要的是當天一定震盪要夠大 只要震盪夠大 代表你進場獲利的機會就更多 所以做期貨當衝很簡單 就是找到一個波動性大的商品 找到一個好的老師 找到一個好的工具來幫助你 你自然啊就有機會 每天每天都有機會看到 行情變鈔票 那我們再看到 老師在這邊講一下 這個是A50 ETF的五分線圖 老師要先講 今天我在看節目的時候啊 發現有電視財經節目的主持人啊 還有一些股票老師都在講 今天明明中國股市大漲啊 為什麼ETF還下跌啊 有很多會員問老師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老師要來告訴大家 我們來看 這個是啊 昨天10月30號1點30分台股收盤之後啊 這ETF的收盤價 那麼這是什麼 今天中午12點的時候 它的收盤價是17.53 這是17.58 所以今天看起來ETF是下跌 那為什麼會下跌呢 我們看下面一張圖 這一張是A50指數啊 昨天的圖 昨天的1點30分啊 收盤價在這個地方 那麼今天啊 12點半收盤價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本來就是下跌 但是中間有一個空檔 如果你多單的人 你多單怎麼辦 你多單在這地方你買不到啊 因為台灣已經收盤了 老師下次再找時間好好地解釋 太多人不了解A50 不了解ETF跟期貨的一個連動性 所以各位 要當專要當贏家 你一定要找專家 趕快打電話進來 明天跟著我當贏家 我們再會 換取得到 中間 無法顏著 Voice-over- -